一旦县高阶里生产面积为58.67公顷 三星就占了9成以上 总共有42公顷 每年的7月提供消费者 滋多香甜又好吃的上将梨 而上将梨能够开花结果 重要的农业资财关键就是梨税 果农嫁接之后让它开花结果 而梨税的来源都是仰赖韩国以及大陆进口 而根据三星地区农会总干事表示 有消息团出 大陆以及韩国明年将禁止梨税出口 若增属时 三星上将林明年恐将无法生产 让果农市相当忧心 我请到我们政府的机关 以后对梨税进口的部分 现在对我们这些来办的来办 对用公报的力量帮助 他们可以说将这梨税进口更顺利更方便 没有开始要 要拿到这些梨税 尤其是韩国大陆听说是梨年 他们不出口 那这样说实际说的说 对农民他们有一个很大的 引用到的 他们也说这次 就这次的机会 我们这里的公报 我们请他们说 可以在梨年我们要申部梨税 他也帮我们出手 可以去采贡到这些梨税 果农以及农会 希望政府能够想想办法 尽早提出方案 协助解决 让果农能够顺利来取得梨税嫁接 延续上将林的生命 照顾农民生计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 对农民生计划